03-04赛季结束以后的休赛期,一则重宝交易发生了,热火送出卡龙巴特勒,拉玛尔奥多姆,布莱恩格兰特和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,从忽然得到了当时联盟第一中风沙奎尔奥尼尔,当时这比较震惊了整个联盟,要知道当时的科比已经不太好。 完全成为超巨,而与大鲨鱼的组合就拿了三座总冠军,为何突然就离开了呢? 后来,球迷以及记者就根据种种现象猜测,是科比的好胜性逼走了奥尼尔,他不愿意在胡仁担任二当家,而是希望胡仁可以扶正自己,让胡仁成为自己的球队。 这样一来,胡仁当然会选择当时无人可挡的科比,而此前一直作为球队老大的奥尼尔,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。 毕竟当时奥尼尔还正处在巅峰期,场均二十家十家犹如探劳取物,但是球队的不信任,也让奥尼尔心灰意冷远走麦哈密。 这样的猜想,也默认成了事实,科比就这样背负了几十年的骂名,当初科比受伤,奥尼尔背着科比进入赛场的敲锦利利赛姆,他们曾在一起建立王朝,却因为私欲让胡仁管理层赶走那个,自己最相信的大道。 在那几年,科比也无数次在采访的时候,被为一当年不愉快的事情,而科比并未给予任何的回答,也不同意,也不否认。 就这样,十几年过去了,几年之前,奥尼尔在做科一档访谈节目时,就爆料出了当时为何出走洛杉矶,而原因,却出乎大,家的意料,我知道,你们都认为当时是那条蛇把我赶走的。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这事跟他没有关系,但是他已经为这事背了十二年过了,现在我得告诉你们一些真相了。 当时我去办公室找他们谈下一份合同,我觉得我应该拿到更多,至少要避那条鱼多,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给我的答复是,行刑把沙克,我们不可能给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三千乱的,就是这句话让十分的愤怒。 当时我还处于巅峰状态,我还能称霸那些,我不想去拿两千万,那都不够养活我五个孩子,后来科比也知道了这件事。 不过科比以为,我为了钱而抛弃了他,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化,但是科比永远都不会说出去的,他太骄傲了,当时他应该想着,没有你沙克我照样能夺管,我敢肯定。 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朋友,这是最重要的,如果真的如奥尼尔所说,那么我们真的是误解了科比十几年了,而科比并不关心别人去怎么说他,而是专心置之的去打球。 这还真的是科比的性格。